听得见的是声 听不见的是音 宇宙没有秘密 所有答案都在共振里 大家好,我是杰克 让我们一起打开一个更深深的耳朵 一起提升听的能力 声音可以疗愈身心 声音也可以让我们五个感官重新启动连结 声音也可以启发我们潜藏的灵感 声音更可以帮助我们跨越高层的维度 让我们一起探索声音的力量 因为我在台北 我想台北包括全台湾 最近也稍微有一点点紧张 那我在这里先度大家平安 我想因为我们台湾经过这一年来 我相信我们也准备充分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台湾也会团结 一起度过这一段时间的困难 那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研究声音三十多年 朋友都说我是研究声音的疯子 我不计代价的探索声音 那我自己本身会乐器制作 我会做西洋的小地形 跟中国的鼓琴 我也懂这个音响优化的技术 和生产空间的改善 那最近这几年都在研究生能生命科学 那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 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我所示发表了启动自律 从声音工程开始 那在2018国际电子生物医学论坛 在2019年 那我在北京的艺术园区 在青云国际艺术园区 我在那边是祝孙的艺术家 那我在那里面有个工作室 同时我也创建了阴生疗愈中心 那本来2020年 要开始要在北京 开始发展这个项目 那就疫情的关系 从去年的1月8号 我回到台湾之后一直到现在 我都没有回北京的工作室 那也因为这样的缘分 所以在台北开始 我分享了阴生疗愈 从去年的差不多现在这个时间 我开始在台北讲课 那也谢谢这个两家出版社 一个是地平线文化 帮我出版了声音的力量 这本书在去年11月出版 同时呢 同时间有个声音力量的影音课程 六个半小时 也谢谢大家的订阅 那这个我的书应该已经二刷 现在可能要准备三刷了 那今天的主题呢 是身体运作的超精密逻辑 未知与存在 那我们那个今天在脸书 我有分享到 就是很多朋友听到 Jason Mars的歌 就上次我介绍这个 很重要的进化的音乐 那每个人听到的感受都不一样 那我有一几个很重要的感受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记得有个朋友叫Sue 我也不讲谁了 那这个他他在我的脸书上分享 他一下听了四十几遍 天哪四十几遍 一遍我们算三分钟的话 四十几遍要停两个小时 就停一首曲子 他那听了四十几遍 还停不下来 那我相信他应该会爱上Jason Mars 他已经是I am yours 就是他已经跟Jason Mars 就说我已经是你的了 他可以听四十几遍 那真的听不反 真的是蛮厉害 表示这个曲子 还真的蛮厉害听的 而且我非常建议大家 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 这个胸腔进化的功能 所以尤其是 你在听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愿意搭配 或者你自己安静下来 所以可以 你发呜呜这个声音 然后如果你有我发明的 那个共振器的话 我们俗称叫大花了 在我这个生活美学的脸书 你可以看得到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没关系 你可以用那个 用手也可以 轻敲你的云门跟中腹穴 大家不知道云门跟中腹在哪里 没关系 你就在Google里面 查云门五级那个云门 中腹就是中间的中 腹就是总统腹的腹 中腹穴 这两个穴非常重要 因为在整个费经 这两个重要穴 就在我们锁骨的下方 没有多远 就是我们肩膀 这个锁骨的下方 没有多远 那你不知道的话 就用拳头 轻轻地用拳头 或是用手掌的这个指尖 轻轻地敲击 这个云门跟中腹两个穴 然后同时发呜这个音 一定要发到这个呜 会震动 我再示范一次 那如果你不管你有没有症状 那现在政府是很鼓励说 你没有症状就不要尽量不要去增加医院的负担 那自己自主隔离 然后呢 有症状的时候 我们再去医院 减少医院的一些负担 那不管你怎么样 假设你真的觉得身体有些状况的时候 或是味觉跟嗅觉失去的时候 但是因为 可是你没有不舒服 这时候一个很好的自我疗愈的方式 就是刚刚我这个方式 如果你没有我发明这个大话 或者公正器敲击的话 那没关系 你用你的手掌 或是用你的指尖 或是你用拳头 轻轻的 不用太用力 轻轻敲那个云门跟中午穴的时候 然后发呜这个音 吸气的时候 比平常吸稍微多一点 深呼吸气段 轻轻的发 记得不要用力发 不要让自己咳嗽 就轻轻的发 然后开始这样 然后同时你发完的 我想你最起码 如果你有症状的人 就是不是 不是你有症状 你真的有症状 但是或是你在医院 或怎么样情形了 就你已经开始了 你用这个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可以让你这个 整个的肺的含氧量 就可以提升 你就比较不会那么一样喘 那没有的话 我觉得对于排毒跟进化 也有帮助 另外一个就是你听杰森曼尔 这首IMU的时候 IMU是对整个胸腔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述 我们第二堂课里面 探索身体的三个起点 锻炼与回归 那我们上次有讲过了 其实为什么我讲 这个三个起点 也就是我们讲 人类有三个脑 那其实 其实第一个脑 就是我们现在看得见的脑 今天我在下午 在中华民国能量医学会 这个讲这个启动自愈的部分 我也特别在 就我上次讲的内容 我再再讲一遍 那其实就是这个 我们大部分神经性退化 心理疾病 都是跟那个看得见 这个脑有相关 我们家狗在旁边打呼呼 我听到他的打呼声 真好 他打呼声也很有疗愈功能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到 那第二个起点呢 就是这个肠 那这个肠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英文叫Gut feeling Gut feeling 就是你如果找不到一些灵感的时候 去Gut 去找一些灵光乍现 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事实上肠可以真的可以来帮助脑的运作 可是人类都不太清楚 所以这十年来有关于脑神经细胞的这个退化 那目前为止可能就用肠 用肠道的这个细菌改善了 或许可以帮助脑神经 我们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那个中华民国能量医学会的会长 就是陈俊山博士他打电话 就跟我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人类对于肠道的这个细胞 跟肠道的这个环境 怎么样跟另外一个脑的连结的关系 那在唐超的时候 我们也讲了搜索哭肠 就是你没有灵感了 那你要去搜索哭肠 所以我在应该下下唐吧 会单门讲这个搜索哭肠 应该在五月底的时候 会讲这个是哭肠的声音 我们要为什么是哭肠的声音 跟身体有相关 最重要第三个起点 就是我们看不见的脑 上次我用这个notebook 就举例 为什么你现在 你最大的资料库 其实是在云端 可是你从来不知道 那个cloud在哪里 你也不知道 你资料库的云端在哪里 可是你每天都在用 而且你手机也好 或者是你的笔记 或者你电脑也好 其实呢 大部分你每天都在运用 然后存取里面的资料 可是真的最大的资料 都不在你的手机里 也不在你的电脑里 也不在你的这个笔记型电脑里 那放在哪里呢 放在一个无线 而且你也不知道 在哪里的地方 然后存取的世界上 所有的距离在哪里 那其实我们人类也是一样 如果电脑是这样的 一个运作方式以后 我们人类比电脑 复杂太多了 所以我们其实有个 最大最大的资料库 不在我们现在看得见的 这个脑袋里面 所以事实上 如果你相信这件事情的话 我在第一堂课里面讲 暗物质跟暗能量的时候 就身体宇宙的这种科学现象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分享过了 其实你看得见的 现在你看得见的这个身体 所有的一切 是在你真正身体运作的 百分之四不到 另外百分之九十六以上 都是看不见的部分 在影响你真正的健康 再讲一遍 你真正的健康的状态 其实你现在的看得见的部分 包括你的心肝脾肺 甚至里面所有的病变 其实里面最重要源头 是在看不见的部分 那看得见的部分 我们现在西方医学 已经处理非常进步了 就是他也很努力的 想要去怎么样 把看得见的部分做处理 可是为什么还是有些事情 有些病症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答案 还在努力当中 那我不是说现在医学不好 现在医学也在努力当中 现在科学也在努力当中 那我的观点就是说 这三个起点 这三个很重要的脑 就是我们讲first brain 就是你现在看得见的这个脑 第二个second brain 就是你现在这个肠道 肠道真的不是你所了解的 那个排泄吸收 消化吸收排毒 这样的功能 不是的 肠道不是这么简单 不是你想象的这样 所以肠道的神经的复杂程度 不会说脑 我们全身最两个 最有神经细胞源的地方 就是肠根脑 另外一个最大最大的资料 或者是看不见的地方 那这个三个起点怎么样重新连接 就是你怎么样到最后 你把你的notebook的Wi-Fi 怎么把它连起来 而且你的记忆库失去了 不用再 不是光修你的Hard D 你要把Wi-Fi连起来 怎么样跟云端连接 那这个在身体里面 这三个脑的连接 是怎么连接呢 其实是靠声音 因为音声是真的是能够穿越 暗无子暗能量跟实体界的一种沟通 音声可以穿越 那上次我用Inception这个电影 就是全面启动的电影 导演的基本上也是一个特殊的人 他是用一个这个电影的说法 跟大家解释一个非常复杂的 一种时空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看他的电影都蛮烧脑的 但是事实上他讲的东西 有时候是隐藏着一些宇宙的真相 但是有时候可能就要一层一层的 根据你所能了解的一个时空的概念 慢慢去体会吧 那上次在那场课里面 我有透过这个外婆的彭屋弯 如果各位看我生活美学的脸书 声音的声 那个点按赞的 哇最高的就是那个 大家都很喜欢听 而且从来没有听过说 潘安邦的外婆彭王有这样的一个版本 那这个版本对于身体的进化 也非常非常好 因为我们现在第一堂课到第七堂课 都在讲身体的进化 叫身体进化 所以身体的进化这个部分 我都会大部分提供大量的音乐 在这个部分 所以给提供大家做点参考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时间掌握的还蛮好的 那我接下来我们就讲 今天最重要的主题了 好 那我先发一个声 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说 这个我教的这个发声方法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讲中国要这个字 中国要这个字 繁体字 就是一个草字头 下面一个音乐的乐 也是快乐乐乐 就是草字头就是一种天然本有的 能够产生快乐嘛 一个和谐喜悦的乐 乐就是频率跟震动 就是你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可以产生一种和谐喜悦 一种和谐感 的声音 其实你的声音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你自己最大的一个药 就是你的声音 你自己的声音就是你自己最大药 你就是可以靠你自己的声音去启动你的自愈功能 这个我们在线下里面讲叫主动音声了 你自己发的声 另外一个叫被动音声 比如说我叫你请你听Jason Mars 对不对 或者请你听那个什么外婆罗彭湖 这些方式呢 都是都是怎么样 都是被动的音声 那主动的音声是非常重要 就是你自己要发 那你自己发要怎么样练呢 一定要到三到六个月的时间练习 把你这个共振腔 我们讲腹腔 胸腔跟颅腔 这共振腔要能慢慢松开来 那这是需要练习的 因为我们平常经过几十年来的 我们自己的身心的状态会卡住你的骨骼 你的肌肉 你的这个细胞 你的神经 你要透过这个声音的共振 慢慢可以打开来 那我觉得如果你有机会在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会在睡觉之前的时候 你可以练练这个发声 对你身体的进化有非常好的效果 你不可思议的效果 那你也要自己回去练练看 那因为昨天还有一个版画家 非常有名在台北一个版画家在 我现在不知道你们在class house了 他很有名的故宫的版画 都是他在他负责去看的 他那天发信息给我说 非常谢谢我 因为他可能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 加上疫情 那情情不是很稳定 他就觉得说 因为他以前来上过偶课 他就自己发声 发这三个音 然后多发几次 他觉得真的有这种自我疗愈的功能 那我每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在这个线上课程 我会教你简单的发声 但是发声有很多不同阶段 我会慢慢导引大家 同样一个声音 你如果加上你的意识的时候 有不同的方法 那现在呢 因为台下可能有些新朋友 那我还是简单做示范 那我在发声的过程里面 class house有这个好处 你可以自己在你自己的空间里面 一样照我现在的声音的导引 你就照我的方法来练习看看 这是我们先做第一个阶段 最基础的 基础的就是人类有三个腔 一就是你的副腔 跟你的胸腔 跟你的颅腔 颅腔就是刚好上中下 那你各位你去看所有的乐器 都是一样的 你看到小提琴 下面比较大 那个跟第一 那中间有个腰 完了以后呢 上面就比较小 它的中高硬的部分 就是共振腔会比较小 我们刚好身体结构也是这样 刚好一个三角形 腹腔最大 胸腔其次 这个颅腔最小 那我们里面有小的共振腔 你看到心肝皮肺腎 都是小的共振腔 那我们先不管里面 我们先把外面 把共振腔振动起来的时候呢 你会慢慢感受到 你身心可以得到一种 不同的疗愈功能 那我用三个音 一个阿往下走 下走不是用力量往下走 是靠你的松啊 松的力量往下走 所以它不是这样 用那个力量往下走 不是 反而是放松 用声音的松度 让这个声音往下沉 我再示范一次 先用吸气 慢慢的吸气 然后到你的腹腔 吸到你的这个 用腹式呼吸法 吸气以后呢 然后慢慢把这声音发出来 这个发出来的时候 用你的意识 用你简单的意识 去带动 你也可以用你的手指头 轻轻地触摸你的胸部 或触摸你的腹部 看你这个 发这个声的时候呢 它震动到什么部位 它震动到什么部位 你可以用手指头 去自己感受一下 它到底往下震到什么地方 那对我来讲 我发阿这个音 我可以感觉到 它的震动 因为震动有时 你感觉到一种 你感受不到的 感受不到 就是它有些微微的 细微的震动 像泛音结构一样 在往下窜 那我是可以到 我的咏泉穴 脚底的部分 我都可以感受到 那有些人是没有办法 尤其是女生 女生这个 大部分因为女生的 弓针腔都偏上面 你们很难往下走 可是你们年纪 越来越长的时候呢 你们要让你们 弓针腔的往下走 对你们这个腹腔 所有的这个 里面的脏腹来讲 才会真正可以有得到 一种进化的效果 不然的话很多时候 这下面会有一些 一些症状 那以后再慢慢讲 所以我先示范一下 这阿这个声音 阿要放松 那松的过程里面 要带着一个觉察 松中要带觉 这个觉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耳朵 在这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以后我们讲 情绪转化的时候呢 会教你一种 另外一种觉察方式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很重要 就是你要用耳朵 去觉察你的声音 听什么 听你自己的声音 然后你用手 可以在你自己身体去感觉 你到底这个震动 还在停留在喉咙呢 还在锁骨呢 还是在你胸膛呢 还是在你的腹部 还是在你 还是你什么地方 你慢慢去体会 那个共振 那我示范一下 阿 阿 其实我刚发了这一声 我就不想再发下一声了 因为其实身心就已经到一种 非常很和谐的一种共振态 因为我已经练很习惯了 所以我几乎一声就可以 不用再发了 那没关系 你们现在在发的过程里面 你们感受到说 我不是用用力 我是用松的方式 各位我发的声音的长度 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有些人气比较短 人气比较少 都都没有关系 初期的时候 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练那个松的程度 所以你在家里 一定要自己听自己的声音 然后往下走 第二声我们练乌 就胸腔的共振 乌是往前 它好像一个扩散的一个装饰 慢慢的往前这样子扩散出去 往前方扩散出去 我们用乌这个声音 乌这个声音很重要 是我们来听那个形体感 跟那个解析度 所以乌这个声音 很重要的地方是 它也要发稍微清楚一点点 但是不是靠用力 你要发现 它好像是一个东西 扩散出去的感觉 你看他们感觉说 它到底是停留在一个薄薄的层次呢 还是里面有杂音呢 还是里面有怎么样 你可以自己听的 那我上次有讲过是有好几个人 我常在讲那个上方战情室里面 就有一个立伟 他的声音就是非常的杂音 就是后来才有人跟我讲说 他可能开过刀 就是用乌这个声音 大家听听看 吸气 没发一个声音的时候 其实中间可以停一下 你停一下停什么 停一下其实 当然这是我进阶的课程 我也听到 你可以关照一下 自己的身心状态 其实我刚刚每发医生 我就不想再继续发 因为身心已经很安定了 因为你自己的声音 可以帮助你很强的共振 非常非常强 然后第三个声音呢 你把这个声音练好 以后真的可以疗愈你的家人 以后我在我的信息下 课程都有教 如果你的亲人 已经在加护病房了 或是已经在病房里面 你能不能透过你的声音 来帮助他 可以的 可以的 只是你要慢慢练习 你的声音有这种疗愈功能的时候 你这样做 你真的可以帮助那些 你的家人 但是你要先帮助你自己 第三个就是无腔共振 就是用嗯的方式 嗯的话轻松往上 他们说声音轻松向上 轻松向上 你不要用力 不是像那种什么 你要唱歌剧 你要投射 不是这样 你是反而要靠轻松 然后去听自己的松 你一定要去感受 那个听自己的松 是什么感觉 把嘴巴闭起来 然后发嗯 这个声音 这个声音的时候 会随着你的颅腔共振改变 你会听到 每一天你发那个声音 有些人会 尤其有耳鸣的人 刚爱死听 搞不好还会更严重 更严重的过程 其实耳鸣就在调整 你的共振腔的结构 你为什么耳鸣 就是你的神经连结跟共振腔里面有一些disconnection 或者什么样 接触的地方 你才会有这些声音 慢慢你透过自己的声音 去疗愈你自己 帮他reconnect or reposition 然后这个发生的声音就是 很轻轻松松的有这个声音呢 把你的颅腔了慢慢一层一层的震开 一层一层的震开 所以为什么听那个外婆蓬弯的时候 他有些高频的木琴 或者是笛子 或是一些细细碎碎的一些敲评 为什么会对颅腔共振这么样敏感 你越共振开来 你听这个音乐你越有感觉 就是你只要把自己主动的发声 可以把你内在的共振腔 我讲body的 physically 就是你肉体的共振腔 可以稍微打开一眼 你反过来在听音乐的时候 会加成 就是水帮鱼帮水 就是我把我自己打开 然后听一样音乐的时候 我又听到不一样的东西 那你听到不一样的东西 又会帮助你把内在又打开 然后内在打开了以后 你又再发声再打开 然后又可以听到不一样的东西 就这样很奇妙 就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 同样一首曲子 你听到音乐 你会发觉天哪 你没有这么多东西 以前都没听到 就是因为什么 你打开的程度不一样 好吧 所以这个刚才这个基础的 fundamental的一个 自我发声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 这个回去 我也不能强迫你们 但是如果你们再睡不着 或是要睡觉前 或是你有失眠的问题 或是你有任何 情绪上面比较波动性的状况 或是说你今天刚好情绪比较起伏 或是说你需要补充能量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可以让你和谐 进化共振 用这种方式来发 早上也是一个 很好的这种发声方法 可以让你整个人 做一个很好的洗涤 但是如果你身体比较弱的人 你发声的次数不要太多 不要超过七次 其实因为基本上 发声也是好气 所以为什么我在线下课子里面 有发明一些这个音响 所以说你们可以有被动式 就坐在那里听就好了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但是主动还是对自己 还是有最有帮助的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些 新的发声方法 大家也可以回去练习 这个方法呢 就要开始要做意识上的导引 那怎么做呢 你们因为你看不到我 大家看不到我 那你们就在你自己的空间里面 你坐着 然后你很轻松的坐着以后呢 第一个你 你记得 这个我没有要特别 你要什么坐姿 最起码你稍微 这个肩膀放松 那不用坐在直挺 但基本上 也不仅仅要靠背 就是你如果可以不靠 我觉得比较好一点 然后你把整个身体放松 做症 做轻轻的症 但是不要 不要故意做得很硬 就是很放松 放上坐症 那接下来 你要去感受一下 就是那个 那个我们发阿的时候呢 你发阿的时候呢 你的手是放在你的膝盖的上面一点点吧 大概是这个地方 那你发阿的时候呢 你能不能够用你的意识 先带到左边的腿的最下方 就是发到你的脚底 左脚掌那个地方 左脚 左脚掌那边 就是我在发阿的时候呢 我用意识 它这个声音呢 是往下沉 然后经过我的胸腔 经过我的腹腔 经过我左边的这个鼠息 那到我左边的大腿 到我左边的膝盖 到最后我左边的小腿 到我左边的脚掌 就这样 这样下去 但这阿的声音下去的时候 这声音就这样下去 然后呢 下去完了以后 你不是发声完了以后 发气整个吐完了吗 气吐完了以后呢 因为它在左边嘛 你先从左边开始 吐吐完了以后呢 开始吸气 吸气的时候呢 就好像从左边的脚底板 把从那个地方 你刚刚最后气放进的地方 然后用意识 从这个脚底板那边 再把气吸进来 好像从土地 从土地下面 从那个地球啊 土地的下面 就是你脚底板 接触地板的下面 从那边把气吸 进入左脚的脚底板 这样慢慢吸 这样带过来 带到你的胸膛 代表你知道吗 代表你的腹部 就是你吸气这个环节 那你把这个气吸 组到你的腹腔以后呢 然后一样在 在吐出去的时候 这边呢 现在下一个就是右边了 右边了 右边呢 一样这个声音下去的时候 到你的胸腔 你的腹腔 你的右边的鼠膝 右边的大腿 右边的膝盖 右边的脚腿 右边的脚掌 然后直接往地底下 往下窜 用你的意识带 建立你有你有意识带 这点非常重要 你要慢慢会练习 你的意识跟你的声音 有一点连结 这个连结 以后可以救你的家人 因为你这个练不起来的话 以后我教你音声的旋转 你就根本就不知道 我在讲什么 你可以透过这个意识 意识来带动你的声音 然后可以到最后 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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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音声疗愈的场 会变大 这个变大 就可以开始 你种场的疗愈 就会产生 各位你们现在听我讲 其实为什么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 事实上是有疗愈功能的 其实不是在我讲话的 文字的内容 是我在讲话 我在创造一个场 这个场是我的意识场 所以为什么现在 三百多人在这个现场 是这个意识场 吸引他们进来 其实他们 所有朋友进来这间厅 不光是在听我讲什么 就是我有创造一个场 这个场 当然现在是 我用文字的 讲话方式 所创造出来一个共振场 那以后 先初期来讲 你们可以用声音的力量 来慢慢练习 你的意识去带动 去影响这个身体的变化 所以刚刚我再 重新讲一次 就是刚刚我们从 第一次吸气 然后呢 下去的时候呢 是左边下去 到左边脚底板 到地球下去 然后吸气上来的时候 你从左边脚底板上来 到我的腹腔 完了以后呢 把吸的差不多 不用吸太饱 吸完以后你觉得ready 然后再 一样同样的音 再下去 从右边的 右边下去 一直到右边的脚底板 然后再回来 各位懂我意思吗 那回去呢 你待会呢 我们就练习一遍就好了 我发现 你们就跟左边下去 然后呢 回来 右边下去 再回来 我们先弄R 这个音试试看 那我在线上课程 我都要练习三次 但因为在 线下课程 我都练习三次 但是我们现在在线上 我们就练习一次就好了 我先发一次左边 然后你们跟着我一起做 左边完了以后 然后吸气从左边上来 然后再从 再发一次R 然后右边下去 然后再吸气回来 所以左右歌发一声 我们试试看 吸气 吸气 从脚底上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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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刚刚是右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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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会帮助你这个方面的改善 那你用什么方式呢 你用呜的方式呢 一样我呜的时候呢吸气 然后呜的也要发生的时候 是沿我的胸肠 然后到我的肩膀 到我的上臂 到我的前臂 到我的手掌 然后出去 然后原来以后再吸气 再吸回来以后呢 在中间 然后在你的胸膛 在腹腔那边挤好气 那也不要吸太满 然后用呜的声音呢 再从右边 从右边的肩膀 右边的肩膀 右边的大臂 右边的小臂 然后到右边的手掌 然后这个气 随着呜的声音出去 那所以 差不多有一个捧疏的高度 这个整个的手掌呢 捧一个 好像捧一个东西一样 但事实上 现在没有 没有真的有东西在上面 是一个状态 然后你放在这个 大概胸部的高度 大概弹中左右 就是你的胸部的 那个乳头的高度 大概是这样的吧 然后你用 刚刚用呜的声音 然后一样把气这样 透过你的意识的导引 你从左边先出去 左边手掌出去 然后左边的指尖出去 然后回过头来 再从右边的指尖出去 我们试试看 我们各发一次就可以了 左边吸气 右边 吸气 其实你如果平常 像我刚才 其实发完这一声以后 就想安静一下 平常就问你 想安静一下 你就安静一下 就直接做到 你不想做为止 其实这个发声 很容易让自己安定下来 那我建议最起码 发三声 发三次 就是三次一套了 就是你这样左边 右边这样算一次 接下来就是 嗯的高度 也很简单 就是你把你的手 刚才一样在胸部的高度 接下来你把你手 稍微提高一点点 差不多到在鼻子的位置 一样好像捧着个东西 轻轻松松的 也不要让你自己肩膀很紧 不用往前移 就是差不多在你眼睛前 差不多在你鼻子前面一点点而已 就嘴巴跟鼻子这边而已 为什么要提上来 提上来就是质量改变 它的结构就改变了 结构改变的时候 声音的品质也会不一样 那接下来呢 你用发声的就是 嗯 这个声音呢 这个声音就是一样 你会这样发声 发这个声音出去的时候呢 你就是一吸气 嗯 那你因为你手的高度 就在嘴巴这个附近 那一样 你透过这个手的导引 手的导引 你发声音的时候呢 一样它经过手 然后再往前面发射的感觉 很像那个断玉的一扬指 就是这种感觉 你要吸气以后呢 然后靠左边的指尖发射出去 但是因为那个手指的高度 大概在你的鼻子 鼻子的这个附近 所以它相对来讲 它结构比较高 那可以帮助你 颅腔工程的改变 那你用意识带动一下 然后一样 吸气以后从左边出去 然后再左边回来 然后右边出去 再右边回来 其实把稍微 把手举在这个鼻子的附近 鼻子的附近 我嘴巴的附近 在这个高度就可以了 我们吸气 喵 喵 喵 不知道各位觉得没有觉得整个手都非常非常的麻 就是非常非常有感觉 那个气感非常强 那当然是我知我的感觉 可能每个人因为身心状态不一样 可能感受不一样 但是你真的如果你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会感觉你意识放在左手的时候 或是放在左脚的时候 你发不懂音的时候 你会发觉那个气感就会真的往那边去集中 那会是透过你手指尖去发散 慢慢去练习这种意识 跟你的音声的共振的结合 让你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能量 可以跟这个声音跟你的身体 可以有一种还包括你的意识有一种串联 这是我今天教给大家一个新的共振方法 那这个方法真的不是你脑袋懂什么 你一定要每天练 你每天练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 有感觉的时候 你整个整个这个这个这个意识场都会慢慢慢慢打开 好吧 那我接下来我先放一首非常非常 今天要介绍一个新的曲子 这个曲子能量超级无敌强 但是晚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让大家试试看 这首曲子可能各位有些人有听过 有些人没听过 但应该大部分人都没到应该有些人是是是是经过的 这个曲子是 是这样是这样 这个曲子呢 是Muse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Muse是谁 那Muse他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这个曲子呢 他是听什么呢 我先跟大家讲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进化能量 这是我也是首次发表 我以前没有没有跟人家 包括我线下课程都没有介绍这个曲子 因为我自己也希望我自己能够进步 所以有些东西呢 我是随着我自己的对于 但这个音乐我都很熟了 以前只是我在线下课程没有做特殊的介绍 那这曲是我第一次 等于是我阴神疗愈讲了一年多了 我是第一次跟大家讲说这个对身体的帮助是什么 他有非常强的进化能量 尤其在震动你的腹腔跟胸腔的下缘 尤其刚开始的时候 那前奏有个吉他 他是负责灵魂穿越的 真的他是灵魂穿越的一个东西 那灵魂是什么你先不用管 我先讲就好 他是负责灵魂穿越 因为声音可以跨越维度 所以他前奏那个吉他 待会到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 所以一开始他就非常强的能量 在震动你的腹腔跟胸腔下缘 然后这主唱呢 我不知道你知道大家是谁 其实我更忘记他是谁 那如果你是Muse的这个粉丝的话 抱歉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那他这个人生是负责游离你的情绪 就是你现在的情绪状态 他负责把你游离掉游离掉 游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他把它解散掉 那他会震动你喉腔跟你胸腔的上缘 那他后面他有个 他后面有个两声 他这个曲子写的很有趣 就是他曲子写到一段的时候 后面都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两声 他会跟他暗示你怎么听 他那两声就在震动你的颅腔 在洗进你的颅腔 那他后面人声就开始上扬 因为这首曲子叫Uprising 他人生开始上扬的时候 会带动你这个情绪重整 会往上扬 真的会Uprising 那时候他Uprising的时候 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开始要放松 你要放松 然后配合那个意识的状态 随着那个Uprising 随着他的人生 把你身上的一些负面能量 就随他出去了 那他从三分十四秒开始 就开始后面一间就开始重整 这个能量 很有趣 他大概重整了将近有四十秒左右 将近五十秒 待会我都会在后面跟大家解释 然后从四分零八秒开始 他最后那一段 就是在最后再重洗里面的能量 那他是一个很棒的 一个清理能量的一个曲子 跟Jason Mars那个不一样 Jason Mars那个可以重复不断地听 这首曲子呢 我不晓得你能听几遍 可能听不到四十 因为他能量太强了 太强了 所以各位你可以先来 我们先听一遍 那他这个Uprising这个曲子呢 他是欧洲的一个天团 天团叫Muse 没听过的没关系 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 还在振动你的腹腔跟胸腔下沿 这个灵魂参阅 这个 放松 听这曲子的时候 配合送出去 从现在开始 还有将近五十秒 这是肩奏 大家重整能量 好了 这个曲子先介绍到这里 也就叫做Muse的Uprising 那他这个当然是欧洲的天团 那你你会发现 我很奇妙 就大家觉得我选曲子那个Dimension非常广 那Diversity也非常宽 这个跟一般人想的不太一样 那这个曲子是一个很棒的清理能化的能量 但是能量非常强 那我不是建议听太多次 就是差不多你听个不用听到四十几分钟了 四十几次 当然还听个三次就够了 那他真的是对于整个的能量清洗有很好的帮助 那我们最后今天结束的时候 会再建议他这个天团里面还有另外一首 另外一首也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他的专辑里面 我就我一般的都只会挑几首 也不是所有曲子都有这个能量 那因为我对这个音频有一些我自己的理解 所以我有对一个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是所有曲子都有这种能量 因为他对有些曲子结构真的是太完美了 那回顾头来今天讲的内容 就是身体运作的超精密逻辑 未知跟存在 那为什么我常常讲这些这些概念跟想法呢 其实大家一般对于身体理解之后 那很简单啊 老师你就教我一些怎么样 怎么样听什么音乐 然后教我做什么动作 就可以让这个 或教我一些方法 可以让身体会变好就好了 其实身体真的要进化 最重要关键是你要先立 先要知道那个认知是什么 你对于身体要有个基础的认知 如果你身体还是停留在一个物质面的理解的话 你对于身体的认知 那真的是太渺小了 所以我会有没有花七堂课里面 除了教你听声音以外 还放一些音乐给你 叫你发声之外 这些都是辅导的方法 最重要你对身体要有个新的认知 你对身体要有个重新的理解 身体不是你想象那么单纯 就是我就是呼吸啊 吃饭啊 然后呢 我只要注重营养品啊 我只要听医生的话 医生话也很重要 就是你只要听这些 或是听妈妈的话 怎么样可以把身体照顾好 我觉得那都很好 可是重点是 你要开始要对于你身体的运作方式 有一个 就算你听不懂我讲什么 但是我给你一个方向 给你一个观点 你会知道 原来身体的预众 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伟大很多 还要细腻很多 而且还要无法想象很多 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不可思议 那身体进化你要有个基础的认知 这些认知就是我希望导引你们对这个认知理解以后呢 你慢慢成为你们身体的导师 所以你慢慢会觉察说 我身心的状态到底什么状态 我用捷克什么方法可以来帮助我 以前我在捷克的课堂里面学过什么东西 像上过我因身疗愈21堂课的朋友们 上过21堂 就是我21天嘛 上完之后呢 基本上 那个功课表里面要开的功课 说他自己开啊 我不给他开功课了 他自己会决定 他自己要练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那时候 在线下的时候 课程非常多 就是很多细节啊 叫他回去做的 包括发声啊 包括听声音啊 我还要教一些功法 怎么样可以帮助身体进化 可是他已经做了21天以后 接下来你自己开功课啊 不需要我帮你开啊 对你为什么要一直仰赖我呢 对不对 你已经练这么熟了 你应该慢慢从这21天里面 了解你自己的身体 你觉得你自己要怎么样 在哪个部份加强 不管是腿的部分 或是腹腔的部分 或是胸腔的部分 或是颅腔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入更难 更复杂的有关于情绪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才有意义啊 所以我所有的 我所有跟大家分享 不是我在教导 我是说让你到最后你明白 你是一个多么伟大的 自己的导师 你自己可以知道 你自己的身体状态 然后给你自己 怎么样去找到适当的医生 来帮助你 你知道吧 不是说什么东西 都是任人家摆布 尤其是任人家摆布你的身体 任人家摆布你的情绪 任人家摆布你的意识 所以我讲阴生疗愈 这个21讲里面 是真的是讲身体的自愈 情绪的自愈 跟意识的自愈 你自己 把你自己的身体找回来 自己 把你自己的情绪找回来 自己 把你自己的意识找回来 最后你才知道 你才是真的了master 所以我的公司 为什么叫master acoustic 就是借由acoustic 找到你原来你才是那个master 不是我 你听借客讲 不是你要是 我是你的master 是你成为你自己的master 我只在做个导引而已 你要把你自己内在能量找回来 这才是真正的阴生疗愈 最重要的目的 是把 find yourself eventually 你知道吧 你最后是把你自己找回来 不是 我讲东西 说真的 我从来也没有想要成为你们的master 对不对 成为人家master多累 对不对 我自己成为你自己的master 所以我教你所有的方式都是这样 为什么我听声音可以听到这个状态 当然我就是导引你 慢慢你听了以后 你慢慢练习 你耳朵越压越开 其实你自己对这个 这个声音的理解很不一样 那什么叫做身体运作的超精密逻辑 这概念是什么 其实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上的逻辑有三个 一个是物质界的逻辑 一个是情绪界的逻辑 一个是意识界的逻辑 那什么叫做物质界的逻辑 这个其实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为什么会下雨 为什么会下雨 就下雨就是 因为有水蒸气到上面 那云雨集结 到最后你看到天上云乌鸦鸦的 八九不离时可能要下雨 这叫什么逻辑 对不对 这物理界 这个你看到很多事情 大概都是这样发生 所以很多东西在地球的一些物理界 物质界或物理界一个逻辑 你比较容易理解 情绪上的逻辑 就有些人不是很理解 就是人家为什么讲一句话 你会生气 或是说有些事情的发生 你会特别有一些感触 那这个其实都是有逻辑在后面的 可是有时候你不知道那个逻辑是什么 就像我常常讲说 你不知道你为什么看到这个男生 你就会有好感 人家都说这个男生 这个渣男 可是你就偏偏爱他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会对他有这种情绪上的感情 或者说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 为什么你喜欢闻这个味道 或者你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 或者说你特别喜欢某一种音乐 或者是这样 这都是在情绪上面这个逻辑 其实有时候到这个地方 你都已经不是很清楚了 说真的 其实里面都有非常非常深刻的逻辑在里面 有一个非常巧妙的运作在里面 可是你只不知道说 为什么我长得这个样子 比如说你现在长的样子 就是不管你 包括你去整形 这都有逻辑在里面 就是你现在长这个样子 不管说你到最后可能去整形 整的不管是哪里 双眼皮 或是鼻子 或是什么地方 对不对 那你会觉得说 这个东西就是在这个情绪界的逻辑 其实后面有个东西 待会我会讲 这个到底源头在哪里 为什么有个超精密的逻辑 意识界逻辑是什么 就是很多人在这个发展身心运运的过程里面 或在追求宗教的过程里面 或是追求那种 你自己在身心的发展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说 你找不到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就是有时候你找到一半的时候会lost掉 其实你只是lost 你的lost都还是在那个逻辑里面 就是你为什么会迷航 就是这样一场讲说 走到一半 我发我可能去印度去学了 或是我去亦马拉雅 或是我去布丹 或是我说我到美国上了什么课程 或是觉得说我自己 可能我们讲说跑山头 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从净土中 天台中 灵济中 或者说你有时候念佛 打坐 或是学咒语 或是打手印 不管哪个大师教你 最后你好像都懂 对不对 好像又不是很清楚 到最后 可能到最后你也放弃了 有人也使从基督教 转成天主教 有人天主教 对我转佛教 对不对 一样 就类似这样的观念 其实后面都有带着一种 一种异世界的逻辑在里面 那我常常举 在我课程里面举一个例子 是说 各位你知道吗 像你们都知道 有一个科学家叫茜利略 茜利略当时呢 就是他 在教皇的压力之下 因为教皇是说 怎么可能 这个 因为茜利略说 他用科学证明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就是世界不是绕着地球走 那他认为是地球绕着太阳走 也就是像这样 那一讲完以后呢 教皇那边 梵蒂冈那边就不太舒服了 觉得你用科学来迷惑人心 所以当时就给他宣判有罪 那要多久时间 将近快300年的时间 他到上个世纪 现在是21世纪 20世纪末 他才被教皇赦免 他人已经不知道死多少年了 他才被 罗马教皇 在那边 应该是梵蒂冈 各位您自己去查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就是在上个世纪 才被梵蒂冈赦免 赦免他的罪 那在这过程里面很有趣 就是说 有时候你提出一些想法的时候 可是 其实这个 其实协议也讲是不是真相 也不仅仅是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 你找到数据 证据更多的时候 你才发觉原来理解是有限的 就像我这样讲 人类对于宇宙理解在四个percent 所以你要知道 当年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 那牛顿就在这个地球的斗面里面 你发现了这个万有引力斗面 就是负责场域的范围之内 去了解这个宇宙的真相 那常常每一次都是在推翻 在突破 那我要讲这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个轮回的科学证据 为什么我讲轮回 其实我轮回不是一个宗教性的讲法 不是我相不相信轮回 因为轮回对我很多事情的解释上来讲 我觉得我比较能够解释得通 那在1960年 主要在Virginia University 有个精神病学家 叫Evan Stevenson Evan Stevenson 他出了一本书 他其实收集了将近上千个案例 那其实最后他讲一个 最特别的二十几个案例 他写了一本书 有关于这个往事回忆的证据 他其实在讲reincarnation 就在讲轮回了 那他讲了一个特殊的案例 就是说在印度里面 有一个小孩子 他突然之间 他可以讲一个方言 这个方言 他这个地方没有 而且大家可以清楚地记忆 他前世在什么地方 而且他可以知道 前世的地方 可能会有一个民族音乐 好像我记得是在 接近尼泊尔那边 就是他在印度 但是他跟你讲说 在尼泊尔那个地方 有一个什么样的村庄 是他以前前世去过的地方 然后他会唱那个地方的曲子 而且是地方的方言 然后他把这个讲的故事 讲给他印度的这些亲友听 那没有人相信 那伊邦斯蒂芬森 当然在印度有些学者 也通知了伊邦斯蒂芬森 他专门从美国到印度去 然后就采访了这个小孩 那也跟着他所指导的方式 去尼泊尔去找他 他所说的他前世在什么地方 还真的找到这个地方 而且跟他讲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些人 事物都是一样 甚至当时在尼泊尔地区 所唱的这些地方性的歌谣 跟那个小孩 在印度的时候 他也没学过 他竟然能可以唱 所以他举了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例子来证明 这个科学上 就是怎么讲 我比较无法解释的事情 就是这个东西怎么会这样呢 然后上次 你们可以在YouTube里面 讲到太多 不管是老高一小默 或其他这个状况 说某些人发生车祸 他从来没有去瑞典 为什么他会记起说 他曾经在瑞典发生的事情 然后去查的时候 还真的有件事情 然后他也从来没有去过瑞典 那为什么会讲瑞典语 就是他也不是这方面 他也没有去过瑞典 为什么他又讲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科学 根本就没办法解释 那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比较可以接受 在Virginia University 这个精神病学家 讲Evan Stevenson 讲这些案例 那为什么讲这个案例呢 讲什么意思呢 其实各位你有没有看过 这个一个电影 就是叫麦特戴蒙言 他叫命运规划局 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 非常有趣 他英文叫 The Adjustment Bureau 就是说专门一个 命运规划的一个单位 其实 这个讲的 大家就会比较深一点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其实这个宇宙 是有个非常非常精密 计算的一个量子计算机 在计算时候的事情 我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这是我的观点 你们可以不要信 就是没有一只蚂蚁会走错地方 没有一只蚂蚁会走错地方 天上飘的每一个雪 就是现在天气很冷 天上飘雪下来 没有一个雪会落错地方 我再说一次 没有一只蚂蚁会走错方向 天上飘的雪 没有一颗雪 会落在它不该落的地方 这个宇宙后面有一个 非常超级复杂的一个量子计算机 在决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所接受到的 你以为是你主动去完成的 其实全部都在一个超精美计算的一个逻辑里面 只是你不知道这逻辑 你以为说我都什么事情都是我自主 我要嫁给这个人 我会生这个病 我会有这种情绪 或是我会有这种喜好 或是我会对于生命中的lost 其实某种程度上 全部都在这个计算里面 这个计算跟你过去 不知道几万事几百事 都全部都息息相关 然后累积出来 这后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计算 那计算复杂到什么一个 就是说这个地球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非常完美的在运作 当然命运规划及脉动弹在什么呢 它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如果你的认知没有改 你的认知没有改 那你那个图 你看麦特当不是有个命运规划及 有张图吗 你几天几分几月几号 你会坐什么公车 然后遇到什么人 其实都在那个图里面 对 那你如果认知不改的话 你自己的perception 或是你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paradon 就是那种 就是你这个 反正你认为这个世界该怎么样的话 你认知没有改的话 那个图就照着那个 就照着本来那个量子计算机在走 那量子计算机怎么会改呢 这个这有点像平行宇宙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 就是你只要你的认知 改一改变 你知道吗 其实你那个刹那 你只要你当下认知一改 对一件事情 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 或是你的对于 我上次讲的什么 爱情观 宗教观 价值观 宇宙观 你对这个世界的perception 你有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想法的时候 我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你未来人生就跟以前不一样 而且不一样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宇宙里面有个同时宇宙 就是你有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你 跟你一模一样的你 有几百万种可能在同时发生当中 那因为你选择了 因为你选择了 你认知的改变 所以这个direction 这个整个这个精密计算的direction 各位你不要以为这个量子计算 只计算我们这个 现在你看到这个世界 其实同时有几百万亿个 像这样的世界形形 在同时进行当中 只是因为你选择的维度不一样 你选择的认知不一样的时候 它整个量子计算机 你就进入了另外一个量子的世界里面 那个世界是根据你的认知在转变的 那个世界每分每秒都在变化 就跟着你的认知在变化 但如果你认知维持在一样的时候 它就在维持你在认知一样的 那个parody在继续进行 那你认知改变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改变了 就是另外一条路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有亿万个possibility 但是因为你的选择 认知开始一改变的时候 你整个那个路径就会变化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我讲什么 Try my best 就是这个世界有个 这个宇宙有个超精密的逻辑 我们以为什么事情都在我们的准确的想法中 不是的 它有个未知的精准布局 但是它存在了一个改变器械 这为了改变器械 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perception 就是你对这个世界的parody 如果你愿意改变的时候 这个量子气酸机器 就因为你 如果你不改变 它就照这个模式带走 也非常稳定 你一改变 它要重组 它要重算 你知道吗 那个路就不一样 那你会觉得说 其实我每天就过这样 对不对 其实不是你想象的这样 当然我已经do my best 讲到现在这样 我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 那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 我就是先聊到这里 因为现在时间 我本来要留半个小时以上 跟大家聊 但是现在只剩下很短的几分钟 那没关系 我就先讲到这个超精密的逻辑 那我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能我也不知道 我讲的清不清楚 我就是do my best 如果大家能够接受的话 就先讲 我要先建立一个架构 让大家知道 对身体有什么样 一个超精密的逻辑 如果你慢慢能够 接受经验的时候 你慢慢在我后面讲的一些 有关于身体的进化 才对你真的有意义 那个意义是 非同反响的意义 你对这个人生 是那个重生的意义 你才会知道 什么叫做重生 你还会对你整个的人生 有一个翻天地覆的大转变 其实这才是你带到这个地球 为什么你在这个课程 为什么你在这个club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你要翻转 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谁翻转 你翻转 不是我翻转 因为听完我讲完以后 实际上你还可以过你的日子 反正你依然过 但是我希望gradually 慢慢地让他知道 如果你真的愿意相信这件事情的话 你会发现 你是活在一个不可思议的维度里面 那我今天就先大概讲到现在 因为时间上的关系 那欢迎大家 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举手 或许我在上面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做更清楚的沟通 好不好 那台上的朋友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继续分享 也可以问 我是不是这个顺序 对不对 没关系 现在Cassie你好 你说你说 谢谢 我小小的分享 就是刚才老师最后说的 那个平行宇宙 就是我可以用我 很粗浅的解释 就是我们当下每一个决定 它就会造成我们的那条路 那你没有决定的那个plan B C 它其实还是在演 就是它一同时都存在 只是你现在这个当下 你选择是A方案 所以我的认知就是 其实就是像老师说的 它其实就是有百万种可能 然后我们只是在 这一个这个维度 在做这件事情 不晓得这样讲 就是 可以啊可以啊 你先这样理解很好啊 而且你要知道 就是说 如果你的认知愿意改变的时候 你事实上会朝着一个 怎么讲 就是 其实你知道我们人类有做三个梦 我知道以前就讲过了 三个梦 第一个呢 就是 就是你真的在做梦那个梦 就每天睡觉的时候 你在做梦那个梦 第二个梦呢 是你死后的那个梦 那第三个梦呢 就是你现在在做这个梦 你现在 你现在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对话 这个也是个梦 那我们为什么讲说 我们的认知改变 我们是希望在现在这个 在现在在做的这个梦 可以越做越圆满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也可以选择一条不圆满的梦 就是你的认知永远不改 那那条梦也是继续在进行 只是那个梦 就是到最后 它比较不能圆满的 就是你带着你的认知去轮回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一直在那个命运规划局里面 就照那样的方式 就没有办法 那你最后如果你愿意 做你的认知做调整的时候 你一样还是在做梦 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在做梦 但是这个梦呢 会越来越圆满 到最后你有机会 跳出这个梦 跳出这个梦 那怎么跳出去 我们慢慢再跟大家分享 对啊 那先做这些fundamental的 大家一些练习 那看你有没有感觉 那没感觉也没关系 那就是试着 那有感觉的话 大家一起去进行 那没感觉就慢慢去体会 那谢谢KC 您的分享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就是 没有就是套在 就是大家如果能相信 信念创造实相的话 它就是可以一直这样 顺顺的走下去 就像是我们选择的 这个A方案 我们就就是继续走下去 顺流这样子 对KC你讲得非常好 对想得非常好 但是真正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怎么样去面对 其实也是挺难的了 说真的 就是很难 就是因为真正最大的礼物 大部分都来自于 生命中的大冲击 这些冲击来的时候 你能不能看到 要顺时礼物 然后从很快速的 可能是在 可能是在一个礼拜之内 或是说在两天之内 如果你在两小时之内 那你能够知道 这个后面的礼物的话 那你就非常非常厉害了 就是你表姐 应该是选择不要后悔 就是选择就不要后悔 然后就是顺顺的走 然后有什么直觉灵感的话 就做 不错 Cassie你蛮有智慧的 慢慢你会知道 你自己在做什么 很好 谢谢Cassie 谢谢 那今晚的时间 我们就开始告一个段落了 那今天我们一起打开了 更是真诚的耳朵 也提升了一些听的能力 让我们继续探索生意的力量 我是杰克 我们详约台北时间 七七三 晚上十点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喔